很多人出国玩要节省时间 会选择松山机场出发的航班 但您知道不只是台北有松山机场吗 不知道 您知道日本也有松山机场吗 日本 日本也有 没错就是日本四国爱源县 也有一模一样的松山机场 有网友分享惨痛经验 标题问是诈骗吗 原来他在国外订票网站 发现松山飞东京雨田的机票很便宜 兴奋至于手刀下定 把一家九口都买了 结果是日本的松山机场 飞东京雨田 后来只好退票 来回机票花五万多 退票损失将近五分之二 他也质疑网站只秀松山 没秀机场代码 是不是存心来骗的 他自己没看清楚啊 嗯 对啊 这不能叫诈骗 知道日本也有松山机场的人 认为消费者没看清楚机会高 实际上同一个网站 如果在出发地输入松山 第一个跳出来的松山 后头跟着日本 代表日本松山机场 要选台北松山机场 必须输入台北 才会出现台北松山台湾 旅游达人提醒两招 自我把关 看看其他大型订票网 在Skyscanner输入松山 第一个是台北松山TSA 第二个是松山MYJ Xpedia则会出现台北TSA 第三个才是松山MYJ 而如果是国内网站 无论旅行社或航空公司 都有选项不用输入 出错几率更低 达人也分享 定错松山的民众 因为是买一般航空还能退 同个机场也有飞连航 如果买到连航机票不能退 才更是写本无归 TVB算数控张允熙台北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